台湾这一家餐饮集团做西餐起家 深耕大陆市场多年后正式跨足全中餐市场 把大陆受欢迎的麻辣锅以及北京烤鸭带回台湾 改良口味创立新品牌 火锅主打重庆花椒味 烤鸭则是把在上海夺下米其林一星的烤鹅技术 结合北京烤鸭的特长 研发出肉汁丰富的烤鸭 而集团也让新生代团队接手更新经营模式 冷缩缩的冬季最热的参与战场正要配合 麻松油辣的汤头 徐徐渐进攻占味蕾 关键香气来自这碗青花椒 那这个是重庆江津酒夜的青花椒 是属于四大青花椒之中的魁首 它可以协助食材的提鲜 这个汤头里头加了青花椒之后 能够把这个汤头的这个韵味 还有香气完全地体现出来 有别于传统火锅的干燥花椒 产自花椒之乡重庆江津的酒夜青花椒 浓郁香气全麻顺口 从大陆采销后 以真空低温包装直送台湾 解冻后搭配灯笼椒 潮天椒 软火拌炒辣油与汤底融合 四川火锅它有分重庆火锅跟成都火锅 重庆火锅的部分它是比较重牛油 然后重辣椒还有辣油 它是拿来蒜肉不是拿来喝的 成都火锅它是比较有加了皮线豆瓣 加了花椒 比较多的辛香料去提鲜 然后把它的汤头的韵味把它体现出来 两种是不一样的 主厨团队在大陆试吃了50家火锅店 改良成都口味的锅底 配合台湾韬客爱喝汤的习惯 研发出不嗆口的麻辣汤 根据调查台湾连锁加盟餐饮品牌中 有四成是火锅店 店数超过1800家 从2022年开始 七年之间成长率高达70% 餐饮集团抢进鸿海市场 神耕大陆的团队替口味创新 随时提供新攻略 现在大陆最新的产业趋势就是说 首先第一个它很会去研究顾客 消费心理它的需求是什么 比如说大陆人爱吃麻辣锅 大陆人也爱吃小龙虾 那我们最近就会知道说 它有一个类似小龙虾跟牛蛙 结合的这个火锅 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火红 餐饮集团旗下20多个品牌 近年来由年轻团队上阵 西餐起家的企业 正式跨入完全中餐的领域 把大陆最受欢迎的两类美食 带回台湾战场 它的产地来自花莲玉里的片皮鸭 它生长期是75天 它是非常鲜嫩的樱桃鸭种 刚出炉的烤鸭热气腾腾 看着一刀划下鸭腿 肉质细嫩 带着大量肉汁 融合北京烤鸭的烤制方式 搭配港式片皮刀工 这让我们在烘烤的时候 鸭本身里面的肉汁跟油脂的香味 会融在这个肉汁里面 然后它会留在腿的内侧的边缘 片好鸭的时候 我们将它挂开 把肉汁淋在肉上 会提升肉的风味 花莲饲养的樱桃鸭 每只平均重量2.6公斤 主厨团队为了烤出北京烤鸭的风味 请来滋生烧辣顾问传意 从甜料腌制烫皮淋醋水 依照古法按部就班 我们这里的烤鸭的话 比较属于北京市的 北京市的烤鸭的话 它最主要是吃鸭肉本身 它的甜味 所以它的鸭肉本身 它没有其他的腌料下去做腌制 所以您吃起来可以吃到 鸭肉本身的甜味 烤鸭最大的挑战 是高温下得保持鸭皮酥脆口感 主厨取经旗下 米其林一新品牌的烧鹅技术 低温风干24小时 让鸭肉皮下油脂充分释放 三阶段明火烤制历程 成就出皮酥肉嫩的古破色烤鸭 一些风干的方式制成 然后再回来台湾我们自己去做研发的 会有一些些的一样 但是毕竟我们台湾的本身 它的产品的本质的材料 跟大陆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搭配上环境 还有设备 还有最主要是鸭子本身 它的身形的大小去做判断 一只鸭只片出八片胸皮 白砂糖和热烫鸭油巧妙融合 不会柴 对 那皮真的是脆的 油花蛮多的 皮蛮脆的 那油脂我觉得也蛮丰富的 可是吃起来也不会太油 餐饮团队用他们最擅长的训练模式 把片鸭过程SOP标准化 为了区隔街边烤鸭店 一鸭多吃 主厨把古典中餐重新改良摆盘 烤鸭调料持续跟上两岸流行趋势 我们其实在大陆应该考察了 应该不下二三十家 包肉的方面 甚至我们有吃过包跳跳糖的 然后有包蓝莓酱的 然后包鲜渣果的 包哈密瓜的 那这方面的话 我们目前的话 我们自己本身 有都朝这方面在做研究 看好台湾烤鸭市场20亿台币的商机 新品牌选择从东区当起点 开店模式采取复合式店面 老品牌带新兵打团体战 餐饮集团转型 力拼跳脱框架 多元发展要在两岸餐饮市场 鸡押群雄